刘总 我们心里不服 看看我们市场部的 拼死拼活 累得跟狗似的 也赶不上人家老职工正在赌 就是 我们市场部顶半个公司 他们生产搞得再好 没有我们他们能卖出去吗 您看看现在 人家老曹他们都开上帕萨特了 我们还开着老补丧 大家伙呀 意见可大了 咱们的提成不是挺高的吗 那件提成算什么呀 人家那可都是原始故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太不公平了 公司应该考虑一下 给我们一些补偿 可我们找谁说去呀 没人说是吧 没人说找外人说去 外人 对呀 谁说家丑不可以外洋啊 再说你们年轻人 不是都会上网吗 上网 刘哥 你 你 你们先忙去 对对对 刘哥 你说这儿 多长时间没见了 我 汪霞 是不是汪霞 可不是吗 你看 你看我那眼神 没认出来 不是 我看你这打扮 你 你 你就是发财了 发什么发呀 就赚点小钱 几个月而已 才几个月 多少 几 几个月 还无所谓 你 你看你 这有什么呀 这多了少了 不都纸上印的吗 钱这东西啊 也就那么回事 也就我们家大盛爱这档 我还真无所谓 几个月 几个月 还无所谓 刘哥 我问你一下啊 那老乔在吗 那老乔啊 老乔没在 刚才我看他开车出去了 不再也好 这样吧 刘哥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说明天中午的时候 我在海淀酒楼请他吃饭 有事要跟他说 请我吃饭啊 行 没问题 刘哥 你千万记得跟他说 不见不散啊 好好 不见不散 麻烦你了 那我先走了啊 没事 没事啊 拜拜 这 得死他了 几个亿 还小钱 明币吧 爸爸 爸爸 妈 我和乔妻姐姐今天 差点被人分子拐走 人分子 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说 他们是乔妻姐姐的 爸爸和妈妈 把乔妻姐姐吓坏了 那个阿姨说她叫汪霞 叔叔的名字不知道 阿姨回来了 快吃饭吧 你阿姨问你话呢 你没听见吗 对不起 我不饿 谢谢阿姨 我问你这一天你都去哪儿了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约好了十一点到公司 人影都没有 打你电话不接 你什么意思 我忘了 对不起 你忘了 你玩游戏怎么不忘了呢 你是不是有点玩物丧志了 整天沉溺在那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做个男人你一定要言出必行 昏昏噩噩的 那不就像废物一样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 阿姨赶紧来来坐下吃饭来 都饿了吧 快快快快过来 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我怎么就一身坏毛病了 你不负责任 不思上进 那不是医生坏毛病吗 你从明天开始 你哪儿都不要去了你 你好好在家看个书吧 好好准备准备 游戏也别玩了 明天我和秦母哥妈妈约好了 我要去看他和小谱爸爸 行吧 去那儿行 可以 去了之后帮我问他们好 对了 对了 再过两天就二十号 是不是要开学了 开学就好好的收收心吧 都在家看看书 别老玩游戏了 你不吃饭啊 去吧 乔乔 乔乔 阿姨呢 阿姨家里有事回家了 乔乔 你看今天的餐是我做的 是吗 是你做的 乔乔 爸爸真不想到啊 你能做什么好吃的 还有汤呢 好 行了 乔乔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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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来 爸爸来 你尝尝 来 坐下 快坐 快来 乔乔 乔乔 长本事了 快尝尝 爸爸尝尝 不错 试试这个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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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 你怎么不先吃啊 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爸爸工作忙 有时候回来晚 一会儿就先吃 不嘛 我就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乔乔长大了 懂事了 直到心疼爸爸了 是吧 对了 爸爸 今天有两个人 说他们是我爸爸妈妈 我觉得他们是人贩子 想骗我 他们找过你了 你认识他们 这羊排都炖上了 太香了 阿日啊 从小就喜欢吃羊肉 老罗啊成天念叨 说他还在北京 吃不着这么好吃的羊肉 你看我姐夫对他多好呀 萨娜 最近公司怎么样啊 中天啊 还是那么霸气啊 何止霸气啊 是太霸气了 就跟他名字一样 如日中天 这么严重啊 不过啊 人啊往往容易 在这个 自以为是成功的时候就膨胀 你啊 没事啊 多提醒他点 我现在说话人家也未必听 怎么 现在连你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我跟你说啊 他想投资其他的领域 可是我认为 咱们这老本行都风雨飘摇呢 你说万一弄个鸡飞蛋打怎么办 看来你忧虑很多呀 你有什么想法啊 三国演义里不说吗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走一步算一步了 都想到这一步了 不过啊 我考虑事情啊 还是要甚至 毕竟都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知道 对了 牧人最近怎么样啊 他那真的是特别艰苦 虽然很艰苦 但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毛库阿沙漠那边 已经有一片绿色了 可就是缺钱呢 牧人把他以前的那些股票 全部折线都砸进去了 可还是不够花 现在是中天跟江老师 做了一个基金 现在都是靠那个基金在维持 中天还给他设了基金啊 中天出大头 江老师出小头 不过这事中天没让说 牧人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中天啊 做得有情有义 牧人也真是不容易 这治理沙漠的确烧钱 不过政府每年 要给他们补贴一些的 看来是不够啊 这样吧 我来想想办法 那太好了 姐 你不知道 牧人他们 真的太需要帮忙了 以前呢 来好多志愿者 我说实话 那中天还给补贴呢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志愿者过来 不但不要钱 还自带干粮 还给牧人他们 提供好多那种生活用品 像什么牛羊肉啊 水果啊 蔬菜什么的 牧人他们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也听说了 确实挺感动的 看来现在人们 对环保意识 越来越强了 这都几点了 阿日怎么还不来啊 估计堵车呢 你说阿日这孩子 从小也挺可怜的 那么小就送到北京去了 跟中天离那么老远 这感情啊 也越来越疏远了 你的女儿 对啊 你可以问王翔 有谁 你听我说 你少友善友善的 你不别扭我还别扭呢 你们来就是想要孩子吧 想要孩子 你们就说要孩子 能不能别 编那么恶心的话来糊弄我 说起来是有点恶心 说实话老脚我对不住你 当初我就是想玩一玩 给王霞下了药 谁知道就一次 就一次他就有了 孙大圣 你现在还说这种话 你恶心不恶心 恶心啊 我说了 说起来是有点恶心 可这是事实 住嘴 你们俩还有没有点廉恥心 你们干的那些脏事 我不想知道 你不怕脏了嘴 我还嫌脏了我耳朵呢 你们现在难道女昌的 跟我也没关系 我懒得搭理你们 但是 别拿乔乔说事 这种东西 说乔乔是她的女儿 我就当她是狗嘴里 吐不住象牙 你呢 你毕竟是孩子的亲妈 你自己不自重就算了 还在那儿作诫自己的女儿吗 可 可这是真的 对 老乔 这是真的 孩子是我的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所以我一定要要回来 至于我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等你骂够了咱们再聊 我跟你们就说不着 骂你都先脏了我的嘴 要不然你开个价 多少钱我都给 孙大生 你就是个人渣 是吗 我告诉你啊 瞧瞧是我的女儿 谁也别想把她夺走 你可以问花头 她知道真相 她知道 来 羊肉来喽 二日 二日 快 我最喜欢吃这个吧 那我就上手了啊 当然可以了 小心烫着 对 对 今天啊 你试着吃啊 咱俩俩你也吃啊 妈 要不你先吃饭吧 我来喂爸爸 不用 你吃你的羊肉吧 我来 我来 不用 不用 姐 你就让她静静孝心嘛 来 先给你加点菜 来 对了 阿日啊 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 你准备怎么过呀 刚才就是我那儿吧 我来做饭 你们一家人过来 对了 把你爸也叫上 我不想叫他 别让他过来 阿日 他来的大家都不开心 谁说的 好了 吃饭吃饭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事儿 你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华头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对你挺好的吧 你不能骗我 你是知道的 我跟乔乔相依为命 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它拉扯大 现在有人跟我说 乔乔不是我的孩子 你知道 给我心里这滋味吗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你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我已经被人耍了一次了 不能再被人耍第二次 说吧 这 这事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再说一遍 是真的 乔乔 他不是你的女儿 是真的 是孙大生的女儿这事儿 他也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他 汪霞姐怀孕的时候 孙大生有次找我喝酒 他亲口告诉我的 你不能吃饭 纵了 他没有前一次 及一道 你不是那今天 我想做了什么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你再好好想想 他就有长得像你吗 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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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不像我 他怎么不欠我 这事我跟王总说 王总说都不像你 他什么人他能看错吗 是什么人吗 王总天也知道 还有谁知道 你还告诉谁了 还告诉谁了 告诉老板这个事来的东西 总之呢 不论了 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就在那里 看我的笑话 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你们都知道 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就不告诉我 把我当笑话看的 我这辈子就是个笑话 人人戴了绿帽子 还给人家养孩子 王总说 你愿不告诉我 你愿不告诉我 你不是我朋友 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日本人 如果不是你这儿 不能嫌弃 倩都把你去哪儿 burdens 别跟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企业然后和联手洋品牌不能连着是直接起洋名字 我觉得是中国乳业的耻辱 整个中国乳业我都觉得都感到羞愧了 我真是都无言见江东富了 你说我们产品质量 经过这么多年的严格控制 我们已经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了 有些指标完全是 是跟那个国际 国际那个品牌是持平的 我们的检测中心 我们的世界一流的设备 我们的研发中心 它全都是世界一流的 但为什么这么国内的百姓 对这个中国乳业这么没有信心呢 不信任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小型的企业呢 闹出的一些丑闻啊 而且是在这个 这个配方的添加上嘛 过于随意嘛 真是 所以就持续在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 耻辱 你是不是有些新的想法 是这样 我觉得你应该去那个 去牧人那儿看一看 看牧人那儿能不能帮着 解决一些优质的奶源 我觉得牧人当时的想法 绝对是招前的 而且绝对完全是正确的 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一些 行 没问题 抽时间我就去看他 王霞和孙大胜回来了 他们这回回来是要瞧瞧的 要瞧瞧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老样子 你也没什么变化 你跟孙大胜过得怎么样 我看他现在挺牛的样子 做什么声音啊 也没做什么 就是搞点集资 集资 那不是非法的吗 非什么法呀 我那叫实业 和你一样我也是企业家 你看啊 我把集资来的款项 我投金矿 办学办工厂 然后有了利润之后呢 我给参与集资的人民群众 高额利息 说白了我这叫什么呀 叫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再说了就算我这实业 也没搞起来的话 我呢叫拿钱赚钱 这叫什么呀 资本运作也叫融资 那跟你当年搞集资不是一回事吗 那怎么能一回事呢 你有事我有企业改制 你是个人行为呀 你这事也不靠谱 怎么不靠谱啊 这说白了不就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吗 我们把企业实体了 然后搞上市股份化 这不挺合情合理的吗 行了行了 咱不说这些了 你这次回来 为了瞧瞧是吧 对 我知道你要问这个事 我跟你说我回来啊 我就是为了瞧瞧 就你认定瞧瞧就是您的女儿 这事能含糊吗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 那瞧瞧长得像谁 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你又不信你问问 妄想 瞧瞧 确实是孙大胜的 以前的事情 我自己也觉得特别地丢人 那你跟孙大胜这么多年 你们就 就没要过孩子 有过 都留了 瞧瞧呢 这是我唯一的孩子 所以他必须得姓孙 说白了这些年你就 这 这老瞧 霸着瞧瞧这么多年 我没找他算账啊 这也就是我大人大量 对吧 那你们什么毛病啊 都喜欢打人脸是吧 就可是一片打 你都 你都换一面啊 这要放在十几年前 我打的就不是你的脸了 你可以骂我 你怎么骂我我都不会怨你 你要是不解气的话 你可以打我 你怎么打我我都不怨你 我知道我对不起老瞧 可是我是真的想瞧瞧 我太想到我 我太想到我 我一想到瞧瞧 我却正醒重心都睡不着了 除了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 这瞧瞧是我亲生的 这没错吧 那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边上 这也没错吧 你让一个外人养着我孩子 这道理上这也说不过去对吧 我也知道老乔这些年呢 自己带着乔乔不容易 那是他不知道真相 对吧 他又知道那乔乔是我的 他还能带吗 走啊 想着把话带给老乔啊 还真换面是吧 他多大岁数了还动手动脚啊 你给我买点水 给我买点水 你买了 我过来看看 我刚才都差点没认出来 你晒黑了 瘦了 这脸上是不是都晒褪皮了 我皮了算什么呀 你晒黑了 拖胎换骨还在后面 都这样了 还拖胎换骨 你就不怕 不怕 我已经在长长天的电话房间了 你看你们这么辛苦 这么累 值得吗 我不知道 可能我后代它们值得吗 这些国家呢 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支持 把这几十万亩的沙地啊 都交给我们了 我们也试验了各种的树体 但只有柳树松树 还有新疆的白杨树 和本地的白杨树呢 它的耐旱树种呢 生活率还比较高个型 你看这些大片子 真是属于新疆的白杨树 长得真好 大人大 你信不信 这每一棵树都有它的理物性 像人一样 我们能听到它的心跳声 能听到它的呼吸 你试一下 听听它的呼吸是什么样的 嗯 可是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你像我一样 把眼睛闭上 把心静下来 安静地听你 像你一样 把眼睛闭上 让心静一点 对 慢慢地你就能听到它的呼吸声 它和人一样 它比人更加地坚强 比人更加地勇敢 比人更加地 比人更加地 更加什么呀 比人更加地 等得孤单吧 那 你们这个水源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试着打了几眼急剑 地下水的情况还不错 可是 要成立大型的满人基地 光靠地下水恐怕是不够吧 确实 我们现在勉强只够指数灌溉的 不过等规模一大了 会有我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跟我来一趟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么大的沟壳呀 这沟壳我得给你讲讲啊 咱让你看那边 那就是大庆山的渔脉 够大够高吧 每年夏天的雨季呢 都会形成几次山洪 这个山洪冲刷过的地方呢 都会形成这种许许多 这种宽宽的沟壳 那我就想啊 现在我就把这沟壳这个旁边啊 修成水坝 把这个洪水拦截 变成水库 这样水洋问题自然也解决了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那 你大概估算一下 投入要需要多少 要是十年完成的话 也得赢了 但是我相信 一定会完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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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市场萎缩 新的奶源基地 当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落实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 我有个想法 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塞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 我们必须进行这个多元化的发展 现在这个全国的房地产热 就很多一线城市啊 这个房价都涨疯了 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房价的拐点它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搭上这些快车 投资房地产 这看来很多同志都有不同的意见呢 没事 但是我们都可以说出来提出来 大家讨论嘛 好 有什么意见呢 都有什么意见呢 王总一向是高瞻眼珠 清源集团能发展到现在 完全是因为每件事情 王总都有精确的预见性 和果断的决策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就是 王总 刘总说得太对了 您啊 该怎么做就决定吧 您是我们的领路人啊 我们信任您 在座的谁能比得了王总 王总 您说行就行 我们听您的 这 这话还不能这么说 还是 还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萨总 你 你怎么 怎么看 我反对 我反对 虽然王总刚才也说了 房地产行业确实是炙手可热 如果这个方案 在几年前提出来 我可能会举双手赞同 可是几年前咱也没钱呢 也投资不起 我们不能就因为人家赚钱了 我们就眼红 我们也得想一想 人家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现在帝王平出 随随便便一块地的价格 就到了十几个亿 甚至几十个亿 投资太大了 在中期 介入一个上升的行业 我认为还是得慎重 毕竟咱们乳业 原有的危机 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呢 我认为现阶段 还是巩固一右阵地 再图发展 我完全同意萨总的意见 咱们现在再怎么说啊 也是全国乳制品行业的 龙头企业 贸然地进入自己 不熟悉的一个产业 万一有个闪失 极非弹杂 甚至连我们原有的地位优势 都不保 王总也没说放弃乳业 只是说用两个腿 甚至多条腿走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 王总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萨总的意思也不是反对 而是就是冷舍 在没有走出现有的困境之前 投资房地产要谨慎 你们啊 就承认自己目光短浅行吧 企业是大家的 我们必须为企业的 长远发展考虑 王总正是为企业长远发展 才这样做的决定 房地产也许会赚钱 可万一我们失去原有的优势 怎么办 你们就是不光短浅 企业持续有没有 你不是每天要做数据吗 你要调研吗 是 调研那时候在哪儿呢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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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那 那 那薩 薩总的意思就是 不能投资房地产 还是得慎重吧 毕竟这么大的投入 而且 关系到清源以后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这件事情 还是应该交由董事会决定 乔总 乔总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你是对什么没意见 是对我提的方案没意见 还是对提交董事会的决定 没意见 我全都没意见 好 萨尔南 我就觉得我们之间 越来越难以沟通了 我甚至我觉得 你是不是故意在反对我 故意 我为什么要故意反对你啊 那冲天 咱们都是为了清源的发展嘛 虽然观点不一样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有一些争论 不也是正常的吗 从前很多年很多年 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 你总是维护我 你总会选择跟我站在一起 那是因为 当初咱们的意见是一样的 现在出现了分歧 我总不能美心地不说话吧 不是 可以有争论 可以有争论 但是那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情 就是你关前门 连吵架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 在公开的场合 我觉得你必须要维护我的微信 可以啊 但不是全部 阿姨辛苦了啊 冲天 那孩子钢琴科要迟到了 你先吃吧啊 阿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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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 好好学啊 好 你这是去哪儿 我跟朋友约好了 出去 不是 你别出去 这 菜都炒好了 这阿姨炒了好多菜 你 你吃完饭你 要不你这样嘛 你 你过来咱们喝一杯 咱俩喝一杯 来 阿姨 阿姨拿大瓶酒 来 拿两个杯 怎么 今天有兴致喝酒了 不是 什么什么 今天有兴致 你哪天都可以喝 你心情好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都可以喝嘛 来来来 咱俩主要就聊一聊 今天是几号 几号 今天应该二十号吧 好